去年新加坡的新光部隊到台灣來訓練 訓練結束之後 這個裝甲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 沒有想到你記得的話 這個裝甲車在香港海關的時候被扣留了 剛開始被懷疑說一定是軍火 走私軍火 後來才發現到 其實是新加坡的新光部隊的裝甲車 如果你記得的話 這個裝甲車扣留到現在 還沒有回到新加坡去 兩個月了 現在傳出說 香港說 這個也不是說我要放行就可以放行 要看我的老闆 看中國的臉色 結果中國就推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對 這去年11月 新加坡的部隊有9輛的AV81的 這樣一個8輪的輪行裝甲車 它本來是從台灣這個新光演習 我們知道新光演習是台灣跟新加坡 已經經歷非常多年的 好幾十年 對 幾十年的演習 這個車子是透過一個民用的貨輪 它是要送回到新加坡去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貨輪 它不是只有放這個輪行車而已 它有別的貨品 它中間要經過香港卸貨 然後再到新加坡 要併貴 對 可是就在新加坡 在香港的時候 竟然被香港政府給沒收了 這車子不是自己開到香港的 是在船上面 硬被從香港的碼頭 從船上給調到香港的碼頭上 然後說你走私 所以有目的地 硬被扣住的 對 硬被扣住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荒謬的 今天如果這個車子是 已經被送到香港的碼頭上 你可以懷疑說它可能是想走私到大陸去 但它根本不是 它是在船上 第二個 香港的政府一定知道這個 因為任何的貨品 它都一定有這個貨品的清單 它都一定知道這個東西是送哪裡 有報關單 報關單 你擔任者 而且它這個軍車 它又不是像一般什麼毒品 這麼大一台 怎麼可能走私 難道要走私給解放軍嗎 這不合邏輯 所以當然這個新加坡政府 聽到這個消息 當然覺得不可思議 但新加坡現在就是來一個就是說 相應不理 因為它覺得你沒有辦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你不可以違反國際法 因為國際法是承認 一個國家主權的一個豁免權 因為這是新加坡國家的一個資產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資產給扣留 以後你是不是要扣什麼都可以了 這違反了國際法的原則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新加坡就是說沒什麼好談的 你就是還給我 這件事情當然就是說 對中共來講 我覺得到底是誰下令做這件事情 當然是習近平本人嗎 我不認為是習近平的意思 因為這個其實是滿丟臉的 因為你今天扣了之後 可能我覺得是駐香港的這些 駐港部隊 他為了表現說你習近平很強硬 我們就展示一個強硬 因為他覺得新加坡跟台灣走太近 我就把你車子給扣了 邀功 扣完之後邀功 然後你新加坡一定要被迫 跟我來談判 而且現在新加坡的國防部的二長 叫做黃永宏 這是第二部長 第一次長 他就公開說他說我們不跟中共談判 我就是要你把車還給我 持續免談 然後他說李顯龍 這個他的總理李顯龍 寫了一封信給香港特首梁振英 意思是說你把車還給我 其實梁振英根本沒有決定權 因為這個是軍事 這個中央是職權 香港特區政府是沒有管理軍隊的權利 又回歸了 對 雖然香港有駐軍 不歸香港特首館 也不歸梁振英館 所以其實他出了一個難題 就你不是說香港是一國兩制嗎 為什麼香港政府扣了我的車子 還問北京 其實他要凸顯就是說 香港一國兩制已經是蕩然無存了 第二就是說他其實 實際上這個習近平知道 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因為你現在如果一直扣留的話 就是你中共等於是 好像索馬利亞海盜一樣 我今天愛扣什麼就扣什麼 這是違反了一個國際的規範 就像前一陣子這個 解放軍去撈美國的水下的無人機 整個撈走 撈走 川普就說你這個偷竊行為 在攻海上偷竊 這也被懷疑是說 中共的前線的海上的艦長 他可能也是為了邀功 把美國的無人潛航機撈起來 像可以作為 可以跟美國談判的籌碼 你要還 你要跟我談 川普說你是偷的 第二個 我根本就不要了 結果後來 中共還是心心難難的 把這個海底的潛航機 還給美國 其實是滿丟臉的 我覺得這一次 其實香港的駐軍 其實也是幹了一個蠢事 我覺得是給習近平是找麻煩 我們看就是說 新加坡政府講 他說我們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我們雖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可是我們跟台灣的軍事合作關係 不會因為其他國家的命令 我們改變 我們還是按照我們國家的法令來行事 其實也是給中共一個打臉 我覺得其實最近 中國跟新加坡的關係 從去年以來就非常不好 包含就是李顯龍 他是非常支持去年的歐巴馬 所推動的這個所謂的南海仲裁案 他認為這個仲裁案是應該成立的 所以這個就讓中共非常不滿意 一定不高興了 對 第二個就是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他們想建高鐵 新加坡是想用日本的高鐵 馬來西亞因為他可能 他們的經濟比較不好 他想用這個物美價廉的這個 中國的高鐵 所以雙方面的這個意見也不一樣 因為新加坡可能覺得 中國的高鐵不是那麼安全 日本的高鐵比較安全 這又讓中國大陸非常不高興 第三個就是 中共在這個馬六甲海峽 就是新加坡的這個領土上 的馬六甲海峽地區 要建一個叫做黃金港 花了大概3000億台幣 預計2025年要完成 馬六甲海峽屬於誰的國土 是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 可是跟新加坡很近對不對 對 就是在馬來西亞的 馬六甲海峽附近 這個港 這港一建之後 他直接威脅的就是新加坡港了 新加坡的轉運因此會被搶走 對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新加坡的這個海峽時報就是說 為什麼中共要在馬來西亞的境內 進這個黃金港 他說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單純的商港 而且他的這個戰略意圖 讓人家非常懷疑 以後軍隊會駐紮 對 所以你看看就是說 加上2015年 馬來西亞跟中共透過這個 以這個人道救援的名義 來進行這個演習 雙方面在這個軍事合作上 事實上越來越緊密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事情 一直以來去年到現在為止 加上這一次的這個香港政府 扣留了這個新加坡的車子 可以看出來從去年以來 中國大陸跟新加坡的關係 可以說是雪上加雙 雙方的關係 我覺得越來越劍拔奴章 我覺得這個對於未來 整個東亞情勢來講 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